单股重压911 9月的开场 一档涨背股 一次赚翻倍 单笔资金 倍数测拼 单股重压 你就是最大的赢家 台料KY 我们在5字头再度的买回 获利飙涨倍数以上 新阶段加入一点的Lite 8 小老鼠OK1788 立即享有一档 获利涨背股 带你复制台料KY的大赚模式 来电大赚专线 2511 0777 2511 0777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股市一点零 我是蔡右达 台股间只有小涨8点 昨天冲高今天休息 潘氏如何掌握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永成国际头顾许 林分析师 李林家族一家人 大家好 我是一点零 第二位是陈云泉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旁边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玉玲老师 今天行情只有小涨8点 还是形成了一个缩量的格局 很多人都告诉一点零说 9月份的行情真的好闷 接下来行情该怎么去看呢 首先你必须要先能够 看得懂行情 看得懂未来 以及未来会涨什么样子的股票 你要提前来去做掌握 那今天的鼻音呢 以及喉咙不太舒服 今天东森盘中连线 在连线的过程当中 一度的烧虾 也吓坏了不少的投资朋友 那我已经去看了医生了 因为我是一个乖宝宝 那今天呢 音量会放小声一点 我也会多喝水 多保重身体 也谢谢大家在Lite Ad当中呢 给一点零爱的关怀 一点零感谢大家 那当然呢 你所关心的问题呢 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帮大家来去做掌握 首先最多最多的投资朋友 问到AI跟车电该如何选择 其实这一波的一个车电的个股 或者是AI的个股 我们要选择领头羊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既呢 东洋之狗今天的提威西 再度的亮灯攻上涨停板 而今天的东洋 为什么开高走低 而为什么昨天的电影投控 打到跌停板 今天的电影投控 却是低开走高的一个上哑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思路 你该怎么掌握到盘面的资金轮动 还有AI的个股 AI的个股当中的正规军领头羊 当然就要看2382的广搭 而这个位阶是不是 酝酿出甜甜的价格 还有昨天拉回来的质源 是不是可以来去做波段低阶的布局 所以车店跟AI 你该买谁 都在一点的小老鼠OK1788当中 与亲爱的你来去做分享 除了跟大家呢 来去做一个呢 选股的大PK 以及操作的思路之外 更重要是法人 法人在做什么 你必须要特别的来去做留意 留意法人的索码的个股 尤其这一波的记忆体相关的 磷长个股的微缸 在盘中拉回来 是不是第一个机会 是第一阶的机会 那还有材料KY 它到底接下来的目标价 上看到哪里去 等一下1.0也会跟大家分享 以及今天滑通 形成的拉回来 拉回来就是要注意 拉回来低阶的买点 那很多人呢 在一点的light上面 问1.0说 因为呢我7月份 7月初的时候 是再度的买回材料KY 买的价位是在5字头 那光这档材料KY呢 帮我们的家人 尤其是清代家人 专属家人 甚至顶级清代的家人 光材料KY的这档标的 轻轻松松 大赚倍数以上 也就是说 如果一档好的股票 你知道要重压 你知道要买机 你知道要在起涨的位阶点 来去做一个布局的话 单股重压 你会是市场上面最大的赢家 那我也很感谢呢 昨天打电话进来的好朋友们 真的好多好多好多 昨天呢公司的电话 络绎不绝 那1.0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既材料KY之够 1.0推出的材料第2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倒数 那如果你想要参加 1.0的单股重压的 最后倒数的机会的话 广告中的电话 请你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直接在LINE的当中 留下你的信名 留下你的电话 告诉1.0说 1.0 我也想要参与 单股重压的材料第2的行列 欢迎你来跟着我同步的 来去做起涨之前的布局 好 那最多最多 投资朋友问到的是行情 其实呢 今天呢指数只有小涨8点 但是1.0给它4个字 哪4个字来增大你的眼睛 而且肃琴的耳朵好好听好 这4个字叫做 弱 中 透 强 你没听错 虽然1.0的声音有点牙牙的 1.0身体有点不适 但是1.0告诉大家 9月份的震荡是酿酿出 接下来的大行情 亲爱的好朋友们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今天缩量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 大盘呢很简单 它目前就是在一个 大箱形震荡整理 也就是说 上面有季线的反压 下面有半年线的支撑 那也就是说呢 季线的反压 它必须要带量来去做突破 而今天虽然小涨了8个点 收了一个十字星 我特别呢告诉大家 收十字星 有变盘转折的讯号 也就是说 今天的十字星的高点 只要能够带量突破 它就能够形成转折向上 还有 今天虽然缩量 但是你们发现到 上涨的加速 多过于下跌的加速 而且中小型的股票 它形成了盘面的资金的交减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现阶段台币还没有明显的升值 被动型的外资 它不会大买特买台股 所以你必须要看得懂行情 做得对动作 所以呢 经历了8月份的拉回 9月份 目前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要找好的股票 低阶布局 那我再拿出这张字卡 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字卡 我相信8月份你就看过 对不对 我说过8月份 下跌的概率 是比上涨的概率还多的 9月份 它的上涨概率 大概是53% 但是紧接着 如果你做股票 你只看一天一个月 那是美赛的 你必须要看到 是未来的行情脉动 你可以发现到 10月 11 12 这三个月的表现 上涨的概率 高达5成 6成 7成 别忘了 明年又是四年一度的 总统大选 你觉得 不会有选举的 做这样行情 我认为会 所以在盘闷的过程当中 你如何去找询 接下来让你大赚钱的机会 这一点 1.0比谁都还要清楚 那当然 1.0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老师 我们的李宁家族 家人可以帮我做见证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个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最会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买买买 很像菜市场买菜一样 买 每天买买买 不停的买 但是在股票市场里面 会买的 毕竟只是土地而已 会卖的是师傅 但是 在股票市场当中 1.0 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会低码 我四次会高卖 而且我不会死多头 死空头的老师 所以呢 昨天 我特别告诉大家 我的材料 KY 我的那个定领头控 在昨天 开牌没多久 我就请我们的宝石班的家人 或者是金钻班的家人 在开高之余 先来做获利卖出 而在今天压低 来到平盘下方的时候 我做了什么动作 来 我做了什么动作 我请我们的家人 在平盘之下 来去做低阶买进 当你拥有了一点的即时讯息 你会发现到 缩量的过程当中 你如何看得清楚 主力在洗牌 压低进货的手法 那1.0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老师 我会懂得 带你在高档先获利卖出 等到真的拉回来 形成的缩量 形成的收缴 形成的大户 在压低筹码的时候 我会带你低肩买回 这个就是1.0 跟全市场老师不同的地方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定领头控的这一档标定 我的LINE8上面 我是如何事先帮大家掌握 尤其定领头控它在做什么 它在做车用的HDI版这一块 它除了做车用的HDI版之外 还有切入到AI的一个加速卡的布局 然而当定领头控 还在三字头的时候 我是如何事先掌握 我是如何提前告知 来请你看VCR 1.0的LINE8 掌握在三字头的好买店 如今的电影口洞已经不知不觉 来到了五字头 在短短的时间带里面 大涨了将近快六成的幅度 耶 亲爱的好朋友们 昨天电影头控我先高卖 今天电影头控在压低 缩量的过程当中 我再低接回来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短线的价差 这个叫做灵活的操作 这个是你拥有了1.0的 即时的讯息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盘面的动向 那当然电影头控它是一档什么样子的标的 它是一档车用的HDI 而且打入了美系的电动车的供应链 重点是整体的一个公司 它又积极布局在AI加速器的用板上面 这样子会让它的营收跟获利 尤其是八月份的营收 搅出亮眼的成绩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说过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股市1.0 许玉玲YouTube频道的好朋友们 请你拿起手机订阅一下 因为我发现到1.0的收视率真的很高 但是呢 大家都有点懒 都没有把你的爱的小手手拿出来 订阅 按赞 分享 你的订阅 按赞 分享 1.0会有更多更多实战的产业前瞻度 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你已经订阅的好朋友们 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尤其是喜欢做投资的 喜欢做赚钱的好朋友 股市1.0许玉玲YouTube频道的一个家人 那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然而呢 这张字卡 我相信我也是全台湾 唯一一个老师告诉大家 电动车我们如何去研判 它未来跑得快 未来跑得远的效应 当时候呢 1.0从三大的面向 三大的讯号 三大的指标来告诉大家 第一个叫做股东 全益报酬率的成长幅度 当时候的电影投控 跟华福来去做相较的话 它是大幅成长了 将近146% 甚至呢 税后的净利率的成长率 以及EPS的年增率的表现 都优于华福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这一波的华福 从当时购呢 1.0在法缩会过后 我在东森盘中连线 大家都可以去做回顾 当时候的华福 我特别说了110块钱 它形成了利空处地 它来到了前高之购 来到了150 可以在短线急拉4成的幅度 先来去做获利卖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的一个华福 我们来看一下 插播一下华福 因为也有蛮多人 问华福的这一档标的 这一波的华福呢 1.0帮大家掌握这一段 轻轻松松 这一段就是4成的利润 然而呢 在拉回来将近两成幅度的过程当中 目前现阶段 第一个缩量的 第二个呢 融资开始来去做减肥 所以呢在缩量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应该要找 第一阶布局的机会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买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接 欢迎你直接加入一点的行列 或者是直接加入一点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当中哦 那当然呢 其实呢在这里呢 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电影投控 其实目前的一个大户筹码 它呢也发现到 其实我发现到 我应该是说 因为一点的收视率很高嘛 其实大户主力也有在看一点的节目 所以呢有些东西哦 我方便在电视上面透露 我也不方便在电视上面透露 我能够透露的 就是要保护我们领龄家族的家人 那当然呢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这一波的电影投控 为什么能够形成 盘面里面最强的领头羊 那我到底掌握到 什么样子的产业讯息 那更重要是 如果这一波 你错过了电影投扣 你错过了这一波最强的提威锡 两天两支掌停板的走势 车电的个股 还有哪些 你可以放在口袋名单 我特别马赛克起来 如果你想要这一份重要的资料 麻烦你加入一点的Lite 8 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 我会放在Lite 8的首页 给亲爱的你 来当做是操盘的参考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材料KY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材料KY 应该是说法人的EPS 已经开始上调了 那上调到哪里 我电视上面不能说 因为我要保护我们家人的筹码 那接下来的材料KY 哪里是压怀人的买点 你一定要紧跟着我盘面的讯息 那当然这一波的材料KY 我带领我们的家人买在五字头 甚至七字头再度加码买回 还有在三月份 当材料KY打到了三字头 打到了跌停板的时候 我相信我也是全市场 唯一一个老师 像呆瓜一样告诉你 我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去做买进 影片我就不再放了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股市1.0 许玉玲YouTube频道的影片 那我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也就是说今天单股重压 因为得到好多好多投资朋友的回响 那昨天打电话进来的家人 真的非常的多 1.0感谢大家 那最近1.0有点小感冒 虽然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今天我收到好多好多 我们的家人 甚至很多人在Lite 8上面问 甚至刚刚我在录影之前 佑达还说 玉玲还好吗 曾伟看到我说 你讲话不要太大声 其实我是一个很拼命三郎的人 我其实我做事 就是认真两个字 还有全力以赴 在我身上其实看得出来 就算是我有点点 抱病的感觉 我还是会告诉我自己 我要把最好的那一面 呈现给大家 因为每一天我很珍惜 大概短短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我也恳求大家 如果今天的电话 很难拨电话进来的话 你一定要耐心的拨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服务人员 都会帮你来去做服务 因为我说过 单股重压的这样子的活动 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倒数 那什么叫做单股重压呢 很简单 9月份的一开始 如何透过一档涨背股 让你一次赚翻倍 尤其我们要复制材料 KY的一波大涨背数的走势 那如果你只有一套资金 我相信单股重压最适合你 因为能够让你背数的测拼 而且单股重压能够让你成为 9月份的最大赢家 最后的倒数时间段 广告中的电话 请你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如果真的电话很难拨 你就在Lite当中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我们的服务人员 都会跟你来去做联络 好的 那最后的时间呢 一定要跟大家来去做一个互动 那我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最多人会问 第一个 最近的AI正在休息 但是我觉得休息不是一件坏事 让筹码沉淀干净是比较好的 那当然呢目前的台股呢 它在半年线附近来去做缩量整理 季线一定要带量突破 所以我当时候跟大家讲嘛 如果你只有一套资金的人 你一定要学会叫做 右侧交易的量缩低阶 要出现的底型 尤其是如果你是高档 你有套在AI的人 你一定要等到AI的个股出现的底型 而且筹码沉淀干净之后 你再来去做一个低阶布局 好 那我刚跟大家讲完的车店的个股 我特别马赛克起来 看一下这张字卡 特别马赛克起来 车店的个股除了定颖头控 除了提威吸 还有什么你可以值得关注 这个部分我会放在 小老鼠OK788的首页 那当然投信索码当中 除了刚刚跟大家讲的材料KY 还有威刚要特别来去做留意 那很多人都会问 来 这一波AI的个股 我们应该要特别去着重留意谁 我认为就是智源 为什么是智源呢 其实这一波的智源 我是透过短加长的操作应对 尤其8月14号 当智源跌到了267块钱的时候 我在我的节目上面 甚至在东森的盘中连线 特别的来告诉大家 来去做低阶的布局 甚至我也在我每周四的索码营当中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其实智源如果就 以未来的前瞻性来看的话 它切入到2.53D的一个封装 而且它跟那个AIM来去做 一个策略联盟的部分 所以当时后呢 其实我在过年之前 我就带领我们的家人 买在159块钱 甚至呢 新晋的家人也在呢 267块钱的利空测试的买点 来去做一个买进 那我们林家族的家人 可以帮我来去做见证 那当然呢 其实智源的这一档标的 我认为是IP的大黑码 为什么 因为ARM也就是安谋 它接下来会进入到 美股的一个IPO 而且呢 安谋里面呢 它的 它被呢 清点为这个呢 安谋当中的一个 运算平台的合作伙伴 所以对于安谋的一个重要性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接下来智源 拉回来 缩量的低接买点 一点你真的层次的邀请你 加入我 拉回来买进的阵容 因为毕竟我认为智源 短线你可以做个价差 长线你如何 波段来去做布局 请你跟上我的一个 全新的布局阵容 那今天时间有点少 因为今天我原本要跟大家讲 AI重生的三个关键 那其实今天真伟在问我说 AI怎么重生 我觉得AI一定会重生 但是AI在重生的关键呢 散户必须要经过 三颗星的转折 什么叫做三颗星的转折 简单而言 其实5月6月7月 是散户朋友 对于AI最贪心的时刻 但是多半的贪心 你多半赚不到AI的大钱 但是呢 你现阶段处于AI的不甘心 因为你高档没有跑 结果呢 你接下来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当散户开始对AI死心的时候 也就是AI重生的时间点 那目前的AI呢 基本面没有改变 只是筹码面它乱了一点 所以我把它时间周期 规划在9月20号 就是下个礼拜三 台子级结算之后 你要特别去注意到 大户的方向 散户的筹码 它必须要流向大户 你才能够做低阶布局 做右侧的交易 来去做一个资金的切磕 而且AI一定要短加长 那AI的临障股 AI的指标股 看谁就是要看广达 广达如果在季建有成形成的一个底型 形成的反转讯靠 整个AI就会一档接着一档再度起来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AI的个股 我也特别跟大家讲 AI获利的三部曲 AI伺服器要等到第四季 那AI的晶片 它会受惠在细制裁的这一块 然后紧接着在明年 会扩展到消费电子的车电 NB跟PC还有手机 那当然呢 世行KY今天又再度的大涨了 那如果你喜欢做高价股的好朋友们 请你来找1.0 那除了呢 这样子之外呢 AI的个股 来看这份 世行KY 智原 见顶 双红 还有一档我马赛克起来 你想要知道它是谁 请你加入1.0 LINE 8 小老鼠OK 1788 那当然见顶呢 我今天不播VCR了 因为今天见顶呢 它形成了N字形突破的载购 我们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带着我们家人来去做第一接 我们的林家族家人 都可以帮我们做见证 那还有呢 威刚的这一档标的 我是如何记忆体落底的角度 来跟大家讲 那当然材料KY 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说明 但是你要知道 材料KY接下来从EPS 从毛利率的角度 我们如何去找寻到 接下来布局的机会 因为我也是全台湾 唯一一个老师 在材料KY跌停板 在材料KY大跌 在材料KY打到了7字头 甚至5字头的时候 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去做买进 那如果这一波 你错过了材料KY最好的买点 那我邀请你 跟着我买进材料第二的走势 因为这档标的呢 我认为它投信索码 短线的涨幅呢 我认为有三成以上的利润 在周火箭转折向上 而且机器够低的一个过程当中 今天的单股重压 进入了最后倒数 911 也就是9月的一开始 透过一档涨背股 一次颁倍赚 如果你只有一套的资金 如何倍速的车拼 单股重压 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广告重电话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直接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在赖二的当中 那请你拨打电话进来 因为单股重压 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数阶段了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官 回来继续 请玉琳老师帮大家分析 那您回到股市1.0 再把时间交给玉琳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我们该如何掌握到 台股的产业脉动呢 什么叫做CPO 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看到了今天的上全的大涨 当你看到了今天的前顶的亮灯 以及讯星的一个公高 滑星光的一个反攻的同时 未来主流的CPO 该如何来去做切入 那以及材料KY 我们如何大段倍数以上 那单股重压 进入了最后的倒数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什么是CPO 你一定要知道是AI 它会带动整个高速传输 尤其光纤模组的Proven 它会形成的一个爆发 那台积电呢 它用攜手Broadcast 以及徽达来共同开发 细光值以及CPO 那这一块的部分呢 明年会爆发性的成长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的上全 为什么能够大涨 那当然还有一份 口袋名单 我特别马上一刻起来 想要这一份重要的名单 我会放在Lider的首页 小老鼠OK1788当中 给亲爱的你来当作是 口袋名单的参考 那还没有呢 订阅一点的股市 一点你许玉玲YouTube频道 好朋友们 记得拿起手机 订阅 按赞 分享 因为1.0每天都很认真 跟很用心 给大家寻找到 产业的脉动 跟产业的动向 那当然双红 我昨天讲完 今天双红就再度的返工 那双红呢 我们是在250块钱 来去做DJ布局 甚至我们如何做 短线的价差 长线的波段 因为它切入到3DVC 水冷的研发 成本的优势 以及空间具有弹性 还有客制化的服务 我当时还特别说了 如何跟建策来超级比一比 如果这一波 你的双红 想要抓到目标价 请你加入一点的Lite 来问1.0 那当然双红呢 我会低阶布局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 材料KY 我们如何在大跌的过程 囊中买进 那材料KY的这一档标的 如果你错过了 不要再错过了材料第二的走势 投信的索码 短线的上涨 有三成以上的利润 那今天是单股重压的 最后倒数 9月的一开始 如何透过一档涨背股 一次赚翻倍 那尤其呢 单股重压 进入了最后倒数 广告中的电话 请你直接付导电话订完 或者是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都欢迎你 留下你的心理 留下你的电话 跟着我同步地来去做布局 单股重压最后倒数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 具够别有加证据 我们不当地材料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投资 应家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支付投资风险 祝您考虑顺利 我们再会 单股重压911 9月的开场 应党涨背股 一次赚翻倍 单笔资金 倍数测拼 单股重压 你就是最大的赢家 材料KY 我们在5字头 再度的买回 获利飙涨背数以上 新阶段加入一点的Lite8 小老鼠OK1788 立即享有一档 获利涨背股 带你复制材料KY的大转模式 来电大转专线 2511 0777 2511 077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